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 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忘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一鸣不惊人,今天接着开讲 今天讲的题目是,郭广昌怎么了 这两天坊间传的最多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复兴集团的老总郭广昌失联了 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失联 是不是被抓了,这都不太清楚 复兴集团也没有给人们一个答复 总的说他失联了 如果说这个郭广昌真的被抓了的话 那么这个联想老总 这个前老总刘传志的一句话 可能就要作废了 他说过说企业家,商人就应该在商延商 不应该参与别的事情 郭广昌就是一个在商延商的典型 很听话,从来不就别的问题发言 那么在商延商居然也出事了 那么看来这个企业家的 这个的确是风险 是一个很,就像别有人说的那样 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业 风险很大的职业 这个也有人说说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 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这话可能有点说的夸大了 但是的确 这个现在我们的政商关系啊 出了点问题 就是包括前几天死掉的那个徐明 也是引起了好多好多的企业家 这种议论啊 说到底这个东西说 我们这个企业家 而且做大之后到底该怎么相处 怎么处 你说呃 这个在商延商嘛 就就自己的事说自己的事啊 不在不参与政治 也不涉及这个社会事务啊 我只是说 只是纯粹的经商 那么也可能出事 因为有人说了说 我如果我们做大的话 如果不跟政府搞好关系 不政府官员搞好关系 那么一个小科长 这个把我搞死 那么如果我跟这种官员搞好关系 那他倒台啊 如果万一哪个 你跟谁关系搞好了 他一倒台 说不定就把我撤进去啊 就跟徐明那样啊 也坐牢了 那么这种情况 那到底说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其实也没法改 给给这些学家嘴上明路 说你有啊 就是有 比如说你既不跟官员搞 搞得走特别近 同时呢 你也不那个特别特别的 那个就是 就是跟政府对的干 就是说你也走不到 我也给指不出来一条什么明路 到底说你有什么第三条道 没有 我们只是说 现在我们的这种企业家的 就是或者 或者叫说企业的生存环境 它的环境实际是有问题的 也就有人统计过 说现在的企业家 就是说你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 随便 只要正不想整你 随便找条 找条理由就可以整你 有十种可能性 就是说在法律上 你可能处犯这个 处犯那个 很多条 这个法律 都是 对企业家都是陷阱 你弄不好就掉进去了 你弄不好掉进去了 说 这个东西说 实际上 很多企业家 都有这个税务的问题 都有这种 什么这个夸大资产的问题 都有这种 这种非法经营的问题 那如果说能不能我完全把这些法律的这个问题全规避掉 我做一个绝对的 规规矩矩的 守法的企业家呢 不行 你不可能 你要如果那样的话 你就死掉了 你就死掉了 那么我们反过来问 那是不是我们的法律环境 法律本身出了问题 那么所有的企业家都在都在自嫌犯罪 那么所有人都都成了这个潜在的罪犯 政府想搞谁 就可以找拎出来拎出来给我搞谁 那么这样的这样的法律环境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的如果有意义的话 就是说把所有的经营者都变成了潜在的罪犯 那么这样搞的话 那是那等于说我们就说只要是搞 搞企业的 那都是罪犯啊 或者是潜在的罪犯 那样这样下去的话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那么我们这个 那这个国家不成了问题吗 我们家国家这个这个产业 是由一帮罪犯在在在经营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不是说企业家该怎么办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对企业家进行道德教育 进行法治教育 对他们进行这个约束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也有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没有 就是说我改善我们的法律环境 改善我们的政商结构啊 就是冲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法律啊 要让人要给人留他活路 就是既他要守法 同时他又可以基因下去 就他还可以挣钱 你不能说想挣钱 那你就违法 你要如果这样的话 那不就等于挖了个陷阱 把人给扔进去了嘛 这个我说一说从这条上讲 我们觉得我们的法律 必须改善 我们的司法环境 我们的法律条款 必须进行一番的这个改造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真的像人说的那样 就是所有企业家 不是在监狱 就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这个可能对国家 对这个民族 或者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是好事 再一个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重点 要改善我们的政商环境 就是说我们老 我们就是政商勾结 官商勾结 钱钱交易 这个我们人都痛恨 其实我也痛恨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现实社会中 就很难避免这个 就很难避免 就是到底我们要 需要一个什么样 政商关系才合适 我们能不能说到 做到这个官员和商人 做到君子之交 淡如水 现在看来 这是一个理想 根本做不到 为什么呢 官员权力太大 他这个 就是现在 自从这个 搞市场经营以来 我们的政府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千条线万条线的 就是伸到市场里去 有无数条手 这个手都是看得见的 在管着你 你干什么事 你都要他审批 他又不审批 你什么也干不了 这个动辄或揪 那么这个官员和政府的权力 这么大的情况下 那官员 那个商人肉不巴结 要如果是不巴结政府 不巴结官员 基本他是没法活的 没有活路的 所以说 就像有些 有些企业家说的事 就是一个 就是真的 一个小车长 就可以把你搞死 哪怕你是说 你是一个很知名大企业家 哪怕是像 李嘉诚这样的 像包玉冈这样的 什么巨型的港商 能够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港商 到了地方 一个小科长 也把你搞得半死 所以这样的政商关系 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我们不能让这个政府 学历这么大 就是实际上 就是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企业来说 有法律管他 他们造成纳税 就可以了 就是只要这个法律 是合适的 他触犯法律 就惩治他 他不然触犯法律 他就可以按到这个 就是他就可以自由的去 去经营 那么这个政府行为权力 不应该去管 不应该把手伸到市场里头 去乱搅和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不能够把那个伸到市场里头 那只有看得见的手 把他看住的话 我觉得那可能我们今天的 这个经营环境 就会很糟 今天可能一个徐明死了 一个郭广昌进去了 那可能会 明天会有更多的郭广昌 更多的这个徐明 会倒下 那么我们 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 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可可况我们现在 还处于这个下行状态 而经济困难 就一是日甚一日 如果我们在这样胡闹下去 就这样 还是搞 还是把维持原来的法律环境 维持原来的智商关系 可能我们中国的经济 会更加雪上加霜 一鸣不惊人 今天就讲到字 希望大家下次再听我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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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